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生产的肉品一直存在使用瘦肉筋的疑虑和风险 他们在屠宰猪肢和牛之前 常会使用名叫盐酸特伦克洛的雷骨醇 提高瘦肉率减少脂肪 借此拉高肉品卖价 但运动员若赛成务实 很可能会让尽量检测呈阳性反应 不但可能被竞赛 甚至冲击运动生涯 事实上之前就曾有墨西哥拳王 赛前被验出0.06毫维克的瘦肉筋 导致被竞赛6个月 2010年西班牙自由缺手康塔多 也因为在赛前 使用含有售肉筋的牛排要减不合格 被罚禁赛两年 甚至剥夺多个冠军头衔 没想到北京冬奥选手村的蔡瑶竟然暗藏危机 也让参赛的运动员自为 担心祸虫口入 不但让四年努力白费 更可能在运动员生涯留下污点 三连新闻会员直播到